一二三四五金木水火土金灾一帐中 这个是小学课本的内容 我们现在也细以为常是这样念的 那在艺学界呢 难免有争议 不是木火土金水相生吗 它也不是相克啊 怎么这样顺序 你看红泛五行讲水火木金土 它是按照河图的原理 这个天一生水啊 就是这个然后第二生火 这个 其实啊 这个如果你运用的好 那不在五行中跳出三界外 那你怎么样都可以 正常来讲 我们还是规规矩矩按这个顺序来 至于说七伯说的 积木水火土 其实那个时候就这样念了 我想它应该是有它的一套 你看就减减的那这五个数 我们都搞不懂其中的奥妙 如果还没有发现 还在探索 那这个如果是按数学排列组合 那五个数要120种顺序了 那你怎么搞 这五个数啊 在西方跟这个四大解空 与五行 有的人说压根就没有关系 但是它毕竟都是五种基础的元素 但中国呢有点不一样 它就是五行呢 不要忘了这个形字 它是一个就是动态的 你可以把它理解成的五种物质 木金软什么水 也说得通勉强 但是 就是这两个硬性的要结合呢 我发现这个西方哈 它这个星座学里面 有火系星座 风系 水系 土系 它这个 十二个一共 星座 然后每个占三个 刚好是中国的这个三合的位置 也就是说它的火是火 它的风是中国的水 它的水反而是木 然后土是金 这样 就是构成了 但是中国人他喜欢 阳术 你看丹术 我们讲双术 他都认为死人用的 那有时候也用了 这个它丹裂出来呢 这个所以说 后来的这个四大节空呢 也有地火水风空 也夺了个空 它是不是就是土呢 因为它包含了雾 它也要靠 我们俩下去